嗨朋友们大家好 我现在是在浙江杭州 大家看到我身后这里面有 梁祖古城遗址 别小看这个地方 因为我们中国人说 中国五成年的参战文化 但是以前世界上很多地方 它是不承认的 但是因为这一个 梁祖古城遗址 生移成功 我们中华民族 中国五成年的参战文化 就得到了世界的公认 这就是世界遗产的保护地 我今天就是带大家去看一下 这一个梁祖文化遗址 因为很久以前 这里都是没有开放的 就前两年才开放 所以今天特地从杭州市区 跑到这边来 就是来参观一下 咱们祖先在5300年到4300年之前 在延续将近1000年的文化 这也是咱们中华文化5000年有史可考 有实实在在的证据遗址 就是在这个地方 梁祖古城文化遗址 是位于浙江杭州西北部渔航区 它是由浙溪山地 向嘉杭湖平原过渡的一个地带 遗址文化 最近大概是5300年到4300年 延续了大概1000年 我们说中华文化5000年远远流长 有很多外国学者它是不认可的 但是梁祖文化遗址这一代啊 先后发生了玉璞 也发生了这个城市的轨迹 包括水利工程 这个水利工程是中国乃至世界最早的大型水利工程 还有这个城市的雏形 你可以说它是一个权力中心 说是一个部落 说是一个城邦 都可以 2019年得到了世界认可 这个地方成为了世界遗产 被列为世界遗产 所以这就是在国际上得到了公开的承认 也就是他们承认了中华民族五成年文化 我现在是到了梁祖古城文化遗址的大门外 等会儿就从这里买票进入园内参观 梁祖是实证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的圣地 我们说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文化 这里就是最有利的证据 进到里面来了 这里面非常大 所以需要乘车买了一张观光车的票 这是一个遗址公园 就是在古代的话 它就像是一个城市 所以面积肯定很大 因为在这附近周围很多地方 它都属于这个遗址里面 有的是墓葬地 有的是城市地 有的是农叶灌溉地 这就是这一片遗址 之前的模样 没发掘之前的 西城墙 这刚发掘的时候是这样的 这边是做的一个愚种愚谱的模型 这边写着南城墙展示表 看有没有什么展示的 好了,近来也这么久 终于看到了食物 这里 这就是4300元到5300元前的城墙遗址 看 两组文化行星 墙墙的石城 墙墙的土城 然后是到了宋代 近晚代 现代工地城 这些 这个是展示的 这边太大了 我等会继续去看 这边是一个文化体验区 有一整回到原始不落的感觉 这里基本这个房子 毛草房 这个是墨家山宫殿 这个可能就是 当时候这个王的住址 是整个良祖国权力政治中心 大家看到前面没有 好多台建 一步一步往上面去 二号房屋机制 现在这看到的呢 看到没有 这就是遗址 站在这个上面就忘得远了 两组古城遗址 世纪遗产 两组古城遗址的遗产价值 大概建立在公元前3300年到2300年的规模恒大城市 功能复杂外围水利系统登基、墓地等一些内向关遗址 已经存在一个以到处能更为经济之称的出现明显社会分化和具有同一信仰的区域性早期国家 内容丰富 展现了长江流域对中华文明起源阶段的多元议题 特征所做的杰出贡献 填补了世界遗产名落东亚地区新时期 时代城市考古一次的空缺 为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提供了独特的见证 这才是最重要的 为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提供了独特的见证 这边是一个墓葬群 转向墓地发现于1986年 注入于内城西北部一座高出地面6米的人工土台上 发现十一座墓葬大致按南北分布 这里出土的玉石正柜纹目1200多件 还有这个陶器哈 15号墓 这里 18号墓 19号墓 这就是这些墓地 至今四五千年啊 再看一下这里啊 本城即以下为梁祖早期住的图堆 然后五号是梁祖晚期住的图堆 三号和四号是梁祖晚期后段地城 一号是现代地城 二号是现代汉代 你们有看到吗 他这个图啊 是有分层的 我不知道排得出来吗 大家看一下 我回指一下啊 这是一层啊 这里有一层 这一层 这上面一层 这 那个上面一层啊 分层的 今天不懂口鼓 但是它这么一说 是不是 是有这个分层啊 这里啊墓顶 这就可以直观地看到 这个墓 这个墓 比较大 居于中间 可能是王的墓 又十字 你看 刚刚说的那时候 玉中 老婆也像羊 啊 还有玉串 看一下 还有绿鱼 看没有 绿黄 这一座墓 那么十三号墓 也比较大 像这里 这个会考古发展的 这个又不少了 这是一个展示 可能古代是这么现像的 这可能就是两组人的房屋 大概就是这样的构造 这个里面有一个雕塑 这个雕塑就是张中培 他是咱们湖南长沙人啊 然后是著名的考古学家 以前是故宫博物院院长 两组古城的发现 确认 推动两组古城生液等方面发挥呢 显著的作用 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还是我老想啊 湖南长沙人 我现在从里面出来了 这是一个四千多年到五千多年以前的古城遗址 所以说经过几千年的历史啊 其实要看的话确实是看不到什么 但是这个地方啊 它确实是中华文化五千年建政的一个地方 所以它具有它的特殊的意义 有着深刻的内涵 所以我们不能只看表面 表面的话 它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公园 甚至连美丽的山水都没有 但是它是世界文化遗产 它在文化价值上是非常高的 尤其是对于证明中华文化五千年的历史 是非常重要的 好了 这个视频就先拍到这里了 如果大家对历史和文化感兴趣的话 可以到这里来朝圣 毕竟它是中华文化存在五千年的有利证据 谢谢大家